以往,學校都是推閱讀,但閱讀背後是大量識字,增加致詞結構,培養閱讀習慣。 我們生命教育用的繪本絕對不是這個目的。 位於將軍澳的基督教宣導會宣基小學,在區內受家長歡迎, 學校在生命教育方面做得特別出色。 德育本身是品德的行為操守,例如人愛、接見、誠實。 生命教育包含了這個範疇,但會更闊, 一個人生命成長,如何生活得更積極、精彩。 很多時候,我們教同學知道很多事情, 你問他們要不要說謊,當然不要。 但到最後,他們都會說謊。 即是在實踐上,原來有很多處境性的問題, 他們知道,但最後沒有做到。 所以生命教育,我們要透過很多不同的情境, 去分析結果。 我想不只是單單知道意義那麼簡單, 而是怎樣去感動它。 繪本只是其中一個工具, 你都可以用微電影, 甚至是用一個提問, 互相討論的形式, 去做辯論都可以。 但因為小學, 我們覺得繪本是一個比較容易掌握的工具。 其實這只是一個媒介, 讓家長和同學能夠有一個好的平台, 去了解這個故事, 以及讓學生去表達自己的看法。 而家長亦有機會去聽到小朋友, 他對這個故事的理解。 但因為很多時候, 家長面對自己的小朋友, 其實都挺有趣。 一個很熟的陌生人, 每天就一起生活。 但是討論的話題很窄, 只懂得問他今天做小工課未, 溫了書未, 或者是學校發生甚麼事。 接著好像不太懂得問問題, 但其實我們用繪本, 看完之後, 就可以透過不同的故事內容, 問問小朋友有甚麼感受, 有甚麼新的發言, 如果你是那個主角, 你會怎樣做? 除了生命教育, 學校亦十分注重學生的全人發展, 重視學術以外的培育, 甚至會為此調節課時比例, 例如將低年級的體育堂, 由每週兩堂增加到四堂。 過往香港的確, 講就講, 五育發展, 基督教, 所以我們還加上靈, 靈得至體群美, 但其實, 所謂的六育發展, 大部分是放在治育那裏。 其他美育, 群育, 體育這些, 比例是很少的, 所以其實, 都只是一個講字, 自從我們推動生命教育的時候, 我們真的很希望能夠落實, 方方面面, 盡量去做, 但在我們可以去用到的時數裏面, 我們盡量去增加一些, 平衡不同, 綠育方面的需要。 現在的小朋友, 不知道是否天氣熱, 有時, 走一步路都不走。 我們經常說, 幼稚園上來, 我們跟一年級的家長說笑, 知不知道來到小學, 其中一個最大適應的是什麼呢? 就是走樓梯。 那些小朋友, 走樓梯很辛苦, 我們看到其實他們的體能, 是真的逐不逐年下降, 給到他們一個意識, 他們能夠有多些空間, 做到多些手眼協調, 一些活躍, 健康的生活習慣。 而去到高年班, 他掌握到之後, 他就可以用課堂以外的時間, 自己再做。